这个 两军会师以后啊 人马也多了 我们目前的任务啊 就是要选择一个新的地区 发展我们的根据地啊 我们现在在川散干 建立根据地 这也是为了抗日的需要嘛 在这一点上 我们要跟四方面军解释清楚啊 因为他们是想打成都的 但是现在的实际情况是 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啊 我们完全可以实现向北的发展啊 战争的性质啊 不是决战防御啊 不是跑 是要进攻啊 根据地也是依赖进攻才发展 所以我们必须要战胜湖中南 夺取干南 我们就可以迅速地向北来推进了 为了完成我们这个决心啊 我们全军必须啊 要高度地激动啊 要开动我们的双脚 选择好一条向北的路线 掌握先机啊 至于特立兄说的 打松潘啊 要用二十个团 以我看也不为过 我们两军刚刚会师 这是第一章啊 一定要打得漂亮 但是我们现在最要紧的 是时间哪 蒲宗南 他的部队还没有集结完 战机稍纵即失啊 还有啊 天气也不等人哪 一旦到了冬天 我们北上 就会很困难 所以啊 今天要是能定下 明天 我们就要复制行动啊 好 好 好 我就想想做 我来到你了 做吧 我来到你了 应该是吧 好好好 对 好 我来到你了 那你能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张主席 会议开得怎么样 不出我所料 咱们早已经商量好了 要新生决议跟我谈牌 那张主席 您同意中央北山的方天了 中央政治局的会议 大家都举了手 我能不举吗 不过举手是一回事 具体行动还可以再商量吧 张主席 现在外线作战和负责警戒任务的 主要都是我们四方面军 第九军第三十一军来电说 在茂公北川一带 与东面的川军基站 部队有一定的伤亡 而一方面军的部队呢 这里是我们四方面军的地盘 我们是主人 得应多单单一些嘛 再说 你看看一方面军现在的样子 能担任作战任务吗 对 眼下整个战争的态势 主要是由我们四方面军来维持 这就是我们争取主动的地方 您的意思是 我们可以改变中央的北山方天了 不是改变 是要努力说服 是 进来 张主席 南方同志找我有事 我想问问 咱们什么时候北进 刘兰峰同志 谁告诉您我们要北进的 王朝 你先下去吧 是 张主席 一方面军的同志 都在说北上的事情 而且已经筹集粮食 做出发准备了 兰峰 看来你对北上很关心吧 北上穿闪杆 建立新的根据地 咱们也好有个窝啊 你小子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除了打仗 我还能想什么 你是不是跟秀允同志说过 好 等建立了新的根据地 你们就可以结婚了 报告主席 我是说过 但是 干革命第一 结婚成嫁 第二 这一点 刘兰峰 保证不糊涂 好 不糊涂就好啊 至于什么时候北上 方面军指挥部会有安排的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来 兰峰 你呢 回头你碰到中府院长 替我问个好 就说上次啊 我对他的态度有点急 请他谅起 这给你放心 我岳父那儿有我呢 没事 真 真没事 你小子 这女婿还没当上 岳父就喊上了 早叫晚叫 都是叫 那爹都叫上了 可不能不成啊 否则我就吃大亏了 我说苏医团啊 你到底算哪部分的啊 怎么天天在我们这边混呢 对啊 你说你是张主席的警卫员 你不去保护张主席 天天往往这边跑干啥啊 我这不是正在执行 张主席的任务吗 这不碰上了吗 再说了 四方面军的同志 帮助一方面军的同志 不应该啊 刘班长 晓孙 你们说话注意点 知道了 去 刘院长 秀霞同志还好吧 小心啊 秀霞同志 你能不能离我妹远点 她在休养联呢 我离她挺远的 我是说你别总打了主意 那我就是喜欢她 还不行吗 你说啥 我是说不打不成交嘛 晓孙 我二弟一万一听到你的大藏门了 帮一帮问军弄洋师的 是 我正在搞团结呢 刘师长好 同志们好 周院长 你看 我们刘师长这把大刀 跟你这把比 是不是一点都不差 刘师长 你有一把大刀啊 我来 刀给我看看 好 好刀啊 好刀 刘师长 你这把刀可比我的 沉个好几斤哪 你这刀虽然轻 但一看 就是廉价的刀啊 学过几手啊 少年的时候拜过师父 学过劲 我没拜过师父 没学过 但从来没碰过对手 要不要过两手 不是不敢 怕失手生了流失了 口气不小啊 那就试试 试试 这儿挡路 林子里去 走 走 刀 刀 刀 市长加油 站着 别吱声 刘师长 得罪了 来呗 来呗 好 死 Foundation 好 好 Continue 告诉我你们站着 是我 对 好 好 inherited市长 好 太医师长 别动 刘市长 没上着吧 农家 叫什么 叫什么名字啊 姓忠 名利公 记住你了 刘市长 后会有期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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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不是这儿 胳膊 疼吗 不疼 这样 疼啊 不 不 不疼 爹 行了 骨头没事 伤筋了 来 这药拿回去吃 按顿吃 一两个月就好 没大事就好 这要伤大了 我这刘兰峰的脸 也就丢大了 兰峰 你这脾气可真得改改 你别动不动就跟人家打架 我没跟人打架 这 比 比 这不是要北上吗 仇备粮食 正好 那个拉车那马 受了惊 我正好在旁边 夸 碰上了 部队北上 北上去哪儿啊 北 对 北上穿闪肝建立根据地下去 穿闪肝 那可是咱的老家呀 嗯 那到咱老家好 到咱老家我正好跟秀云 你 把 你不看我 是不是 在老家呀是 你怎么把 把婚给结了 秀姐 北上我 我真不是瞎说啊秀云 对啊 那个 这两天 这两天就会 请 请 这两天就会有行动 对了 爹 张主席让我给你捎个话 他说 上次对你说话有点急 挺内疚的 让我给你解释一下 没事 都已经过去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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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来了 是吗 北上北上 四方面军迟迟不动 我看啊 国陶兄啊 是言行不一呀 在政治局的会议上 国陶同志是表过态的 他这呀 是违反重要的决定嘛 安南啊 你是不是感冒了 这几天晚上啊 没有休息好 睡得不踏实 可能有点小感冒吧 看医生了没有 好 没那么严重 好好地睡一觉就行了 安南 为了我们的革命事业 你要保重啊 主席 放心吧 对了 我想明天去见一见国陶同志 再做做他的工作 怎么样 好啊 政治局的同志 都要去做他的工作 虽然说 后来他没有提出什么 反对意见 但是 我就坐在他边上 我看得出来了 他心里是不愿意的 问题的根本 是他不愿意把 四方明军的指挥权 交给中央啊 那是他个人的想法 任何个人的想法 最终都要服从 中央的决议 张主席 王城 来 坐下一块吃吧 张主席 有重要情况 这是中央刚刚发表的 《红星报》 你看一下 这是上面有 凯峰通志发表的文章 列宁论联邦 文中说 列宁曾经反对欧洲联邦 以此我们提出的 西北联邦政府 是反对列宁主义的 而且说我们是和 苏埃路线背搭而驰的 凯峰 算什么 竟敢搬出列宁来否定我 你现在是党的负责人 我想问一句 中央机关报发表的这篇文章 是不是想展开 对西北联邦政府的辩论 如果是 我可以马上做一篇文章 进行答辩 因为凯峰的那些 这篇文章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起论点和论举 也是不正确的 国道同志 你先不要着急 凯峰只不过是发表了一下 自己个人的看法 你没有必要和他进行辩论 那我再问你 我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到这儿已经两天了 既然是中央机关报 为什么不给我看 是不是想有意回避我 郭道同志 你多虑了 中央怎么会回避你呢 你看 现在中央的当务之急 就是依四方面军 急需一致行动 不易讨论这些 引起争执的问题 可是现在已经有人 在制造这种 不必要的争论了 郭道同志 凯峰同志年轻气盛 措辞上是有些激烈 请你不要在意 我有疏忽 事先没有经过 审查就拿去发表 我代凯峰同志向你道歉 没有人支持 没有人支持 他凯峰有胆量 发表将在问账马 没法解决 还没有凡事 你帮助没有啊 那说我 认为我 你介绍的老实在 你还没有 我就一直在 我还没有 你还没有 不辛苦 张主席 您怎么了 我没事 张主席 您脸色不好 是不是生病了 我这儿就给您找医生去 不用 可能是这几天太累了吧 张主席 你一定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我给你吃饭 小苏 你的情况 黄秘书长已经告诉我了 你做得很好 谢谢张主席 张主席 您能不能给我点钱啊 您要钱干什么 我是想请几位 一方面军的同志吃饭 呀 好啊 小苏啊 你是我的警官员 更应该搞好团结 这些够了吗 够了 谢谢张主席 是吧 是 是 好 周主席好 小苏同志好 饭来来的 回头同志 走吧 你先看一看这封电报吧 怎么这么快 就下达各军的心动命令 北进西进的问题 不是不是还没有最终决定 过来 同志 这份电稿 是经过政治局同志讨论过的 关于北进还是西进的问题 等我们到了马尔盖以后再讨论 好吧 好吧 我同意 不过按照同志 凯峰在中央机关报 发表的这份文章 你看过吗 《列宁论联邦》 最近这么忙 这篇文章我还真没看过呀 怎么说 怎么说这篇文章还是凯峰自作主张发表的了 我先跟狠特说吧 是哪位让凯峰同志发表了这篇文章 是我 是我 我就是看不惯张国焘那副傲慢的嘴脸 谢谢 鲁蜗同志 眼下我们要强调的是 两军统一行动 中央机关报 发表这样的文章 讨论政治问题 是会受人以禀的 不会那么严重 不就是一篇 个人署名的文章吗 陆总监 张国焘给我一群报纸的时候 脸上虽然笑着你 但是我感觉他很在意 这件事情 恐怕没那么简单 那能怎么样 还能跟中央对价干 好了 现在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了 眼下我们最要紧的是 如何完成我们的军事计划 北京的通道是松潘 沃宗南已经在集结队伍了 没有四方面军的力量 我们是打不下来的 打不下松潘 我们北京的计划 就有可能落空啊 我看 等我们到了卓河鸡 和卢化以后 尽快召开一个军事会议 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 我感觉张国焘同志 对于给他的 中国军委副主席的职务 不满意啊 不满意能怎么样 得寸进尺吗 干脆 我这个总负责 不干了 让给他 那不行 且不说 他对这个职位满不满意 他要是做了 那麻烦就大了 我一直在想 这我看 我看 不不满意 我看 你为什么要是做了 你为什么要是做了 我看 你为什么要是做了 我都没有做了 我跟他家众 都没有做了 我这有事 你为什么要是做了 我都没有做了 老夫同志 总书记的职务不能让 卓老总的 精卫主席职务也不能让 还是把我的 红军总政委的位置 让出来吧 恩来 还是恩来 事大提案 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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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Floyd, Hunter 冬輕安 藍霏的寇舟 一旦白礼的寇舟 這段委屈 他叫他 清潑 人爱民 肃肇民 秀贤 小苏同志今天没来找你啊 姐 你快别当我提他了 反倒要烦死 小鬼 可不对心你 秀贤 你看 说曹操曹操到 快来练好 小苏同志好 秀贤 小苏同志 你来干啥 小苏同志 你和姑娘家家的 说话不可以这么没礼貌啊 没事 贺大姐 我都习惯了 秀贤 我是来请你吃饭的 我还请了你哥 刘班长和小孙他们呢 你的饭 我可吃不起 小苏同志 你不要吃谁的饭啊 毛主医好 是我要请秀贤同志吃饭的 那 你为什么要请秀贤同志吃饭啊 之前我们俩不是有点误会吗 所以我想请他吃个饭 表示一下我的诚意 同时呢 也是为了四方面军 和一方面军的同志们 胜利聚会 这个小苏同志很会说话啊 他不光会说话 而且啊 他也是郭刀同志 最信任的警官员 就是 我连请吃饭的钱 都是张主席给我的呢 看来 这顿饭是一定要吃的了 小生同志 你啊 就代表我们一方面军 接受啊 他的邀请吧 主席 我一会儿还得跟贺大姐做饭呢 对啊 还得做饭呢 做饭啊 我一个人就行了 去吧 孙大同志 既然首长们都同意了 那咱们就快走吧 来 去吧 快去吧 快走 小鬼 走吧 这小姑娘还不好意思了 来来来 先喝点酒 来 谢谢老婆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好 来 喝点 先喝点水先喝点水 我跟你们说啊 这四川的腊肉是最出名的 你看 腊肉烧竹笋 麻婆豆腐 辣子鸡丁 还有酸辣土豆丝 嘿 小子 你这请我们吃饭 是不是少了点什么东西啊 没烧什么呀 对啊 酒西酒西 没有酒哪能成席啊 这说明咱们小苏同志的心不成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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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疏忽了 是我疏忽了 老板 不错 咱们今天就用茶 以茶代酒 那怎么行啊 老板 来一斤包个酒 不行 就得听我的 李公哥 今天这不是我请客吗 再说了 秀霞刚才不是说 五酒不成席啊 黑小子 这事你得听我哥的 那行 那咱就以 以茶代酒 好啊 来 以茶代酒 来 同志们 快一点啊 好 到前面是快休息了 好 来来来 吃醉 吃醉 来 秀霞 秀霞 你吃这个 你尝尝这个 这个特别好吃 来来来 多吃点 来 多快点 秀霞 来 多吃点 好 谢谢 休息一下 喝水 你尝尝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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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老板 秀霞 有开水没得 吃点鸡精 伤伤一过 您长 您长 怎么回事 连长 那天就是这信钟的 跟咱市场打架 是你打伤了我们市长 这位兄弟 我之前就跟你们市长 切磋切磋武艺而已 切磋武艺 有把人往坏里打的吗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干什么 我们今天就是要讨个功的 我想大家应该清楚地记得 我们刚刚翻越雪山 初到达威镇 和红四方面军会师 连环式的情景吧 在那之前 我们缺衣缺梁 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 无私地给我们援助 送梁送衣送鞋襪 可是今天 我和彭军团长 看到了令人 不可以看到的一幕 我们的同志 竟然把 同志之间的情谊 通通抛在脑后 要知道 当时我们红四方面军的同志 正在给一方面军运环式啊 滴水之安永泉相报 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 这个道理吧 可是 我们用什么样的行动 来回报别人的呢 今天这种行为 我和彭军团长 非常地同心 中部主角 彭军团长 事情是由我和刘兰锋 市长比武引起的 请首长们处判我 来 立国同志 到 比武并没有错 这是加强两军之间的 学习沟通的机会 输赢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 一四方面军 是兄弟 是亲别 是极健要在战场上 共同抗敌 生死与共的战友啊 有了误会很正常 化解开就好了 绝对不能抱着怨恨 仇实的心态 去对待自己的同志 懂了吗 懂了 懂了 我相信你 同志们 我还要强调一点 我们现在来到了 少数民族地区 我们一定要 和当地的少数民族 搞好团结 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大家能不能做到 能 成军 不认知啊 你这是怎么了 如今两方面胜利会师 你这眉毛怎么反而拧成一条绳了 今天的事情我都听小钟说了 那就是年轻人不懂事 没那么简单 我们已经摆脱了 我们已经摆脱了蒋介石的追兵 还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现在两方面军加起来 人数超过十万 再丑 也比不上咱们在湘江那会儿吧 打湘江 我是有劲使不上啊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 现在可以管事情问题来了 你说得对啊 两军能在一起不容易 可是接下来怎么走 是个大问题啊 现在我们是有了十万人马 可是我担心啊 我们自己内部啊 出问题 闹不团结 如果这样 后果不堪设想啊 有那么严重吗 你这个人不是遇到多大困难 都挺乐观的嘛 是啊 乐观是我的天星啊 行了 今天的事情小钟跟我说了 恩来和彭总都处理得挺好的 几个战士吵嘴打架 这不过是表面现象啊 这个 这个 会不会是你小题大做了呀 但愿是我小题大做 就怕别人不这么想啊 前天 中央提出来 穿闪杆的战略计划 郭涛不同意啊 他提出来啊 要避开这个敌人的主力啊 往四川 西康 青海 和新疆方面转移 这可是大事 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 那问题可就复杂了 现在的形式是很复杂啊 我不怕蒋介石啊 就怕我们自己人 蒋介石几十万大军 在我们后面一路穷追猛打 我毛泽东的脑袋 不是还在脖子上吗 不怕 我啊 就怕我们自己人出问题 可是我觉得张国焘这个人 看上去还是挺和蔼可亲的嘛 就怕表里不一样 早点休息吧 明天啊 我们还要赶路去卓可济啊 要翻一座雪山啊 明天啊 那边有黄河吗 有啊 我们老家是甘肃惠美 离黄河不远 可如果想喝上黄河的水 那就跟想看 想吃天上的熔肉一样 看了就够不着啊 那你们都喝什么水啊 喝井里的水 那边有黄河吗 还有老天爷的水 啥叫老天爷的水啊 老天爷的水啊 就是天下雨的时候 大家呢把雨水收集起来 放在水窖里和水袍子里 这样啊 人和牲畜就都有得喝了 那样的水能喂生吗 还能喝吗 是啊 能喝吧 没办法呀 那是黄土高破缺水 我就是喝这样的水长大的 爹 蓝风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们是正好往马尔盖开劲 我顺路过来看看你 刘师大 你可不是来看钟大夫的吧 都不看 看完丈人看媳妇 满意了吧 行 蓝风 你别没事来往我这跑 这咋是说闲话呢 不是 什么意思啊 说闲话 谁说闲话啊 说什么闲 行哪 说闲话 我问你 你这胳膊到底是怎么弄伤的 胳膊 我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 那个 那娘是 马精的 挂 撞了一下 行 大家都知道 你这是被一方面军的营长打的 你还要骗我 不是 打的 怎么可能 那打 打他也不是打架啊 那 那叫比武切磋了 比武切磋又把胳膊打伤的吗 打伤我刘兰风胳膊的人还没出声呢 这 这比着比着 我自己摔的 摔书长 那你还笑 有那么好笑吗 修映童证 咱俩见一丝面不容易 这一见面聊聊聊聊了半天 全都没用呢 那我 这是啥呀 香椅子 洗手洗脸可香了 闻吗 香不香 香吗 你这哪儿用的 这两盒口的店铺买的 对了 一共就两块 全买来了 谢谢啊 谢谢啊 我老谢什么谢 您都是我老婆了 谢谢 谢谢那么客气 你 还没有嫁给你 快了 进入川散干 建立根基地 咱俩就结婚 入洞房 然后 好 那不 我去那个 质感不对你了啊 冒尔盖 咱们见 照顾好跟爹 你也多保重 谢谢您啊 同志 同志 您好 您好 看见钟秀霞同志了吗 钟秀霞 在那边呢 谢谢啊 不客气 秀霞 秀霞 怎么又是他呀 对呀 怎么又是他呀 你要不想看见他 我让人把他轰走啊 小霞 快来列好 小苏同志好 小子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慰问你的呀 行了 没事 你走吧 你别在这儿烦我 别呀 我还要找你二哥 和刘办长他们呢 我二哥他们在那边呢 二哥 小四总之 你来干啥了 我是来慰问你们的 给你 这是什么呀 两百发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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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缺的不正是这个吗 嘿小子 我说看不出来 你还挺讲义气的嘛 对呀 没想到呀 彼此彼此 我看不出来 好了 感谢观看